真没想到你在刘湘姐面前那么硬气啊 不过我还有点担心 你说她会不会报复你啊 你还是不能因为我跟她闹翻了 因为这次深知对你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你说你等了那么长时间等这次机会 你不要到最后功夫一篑了 我当然知道这次机会对我重要了 那怎么办啊 我看着你们俩这样能不管吗 别说是你了 就是一个路人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不能假装看不见呢 路人 你就把我当路人 只是拔刀相助一下是吧 大中午就喝酒啊 小卓那么一熊熊啊 干吗 男朋友不在了 郁闷啊 没办法啊 人家忙啊 你现在吃饭敬自己瞎凑合吧 最可怜 带你去大餐 唱一把 还是姐妹你比较靠谱 爱你啊 那干什么呢 那不是你们家王凯璇吗 这边怎么还做一姑娘 姑娘我认识啊 我不放心 我去帮你探探他们什么路子 干吗就去养一个东西是不是吧 还是有病 有病 你说你有病 他有病啊 你说刘向前有病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 嗯 你看啊 他总是怀疑我跟别的男人有关系 要么打电话监视我 要么跑到我们家楼下去跟踪我 你说他有病是吧 只不过 我说的不是这这这种有病 我说的是真有病 他现在肯定是有种病态的反应 病态 但是这个呢 不在我了解的饭桌之内 我得查查 我太惊险了 我拍点一张 我看看我看看 等会儿我给你找 给 这就是他 我说我认识吗 凯璇大学同学 还挺好看的 还行吧 还跟迪比差点 你不去跟他们谈成招呼 不去了吧 这女的老公啊 是凯璇的上司 俩人打架了 找凯璇帮帮调携呢 我要吃俩人都尴尬呀 咱俩走了 咱们走了 咱们吃咱们的嘛 我还是不大放心 要不 你调查一下 我说你 你干地下工作干出演来的吧 我 我要是怀疑他 我不当面问他了吗 过来回家我就问 是吧 我借他十个打耳朵 他也不敢骗了 也是啊 算我多事 那我自发一杯 我也自发一杯 干杯 我就不干了啊 我就烫了 我干 我干 行了 先会儿吃点水果吧 怎么还把工作带回家来做呀 我查点资料明天医院用 来 吃点水果吧 来 吃点水果吧 来 吃点水果吧 来 你今天中午是吃日料去了吧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你了 看见我了 我怎么没看见你呢 我跟陈娟吃饭 陈娟看见你了 你告诉我的 那你不过来跟我打个招呼 看你不方便呀 对面做了一姑娘 我有什么不方便 那是艾可啊 他跟刘主任又闹矛盾了 我去劝劝 他俩怎么老吵架呀 跟凯哥人相应啊似的 这刘主任不是从国外回来的吗 看着挺文质彬彬的呀 怎么了 是那 是那个艾可性格不太好 不是 我跟你说 刘主任没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他又 刘主任怎么了 没怎么 我就是说呀 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 咱们每个人生活在一起 可能咱们也发现不了 各家有各家的事 那倒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那你给人劝得怎么样啊 我 我是个医生 不是接到军委会的大妈 专门调节家庭纠纷的 我就劝呗 你能劝成什么样是什么样的 你跟那个艾可 是大师同学啊 中大学的时候关系怎么样 你俩熟吗 熟啊 那都是同学能不熟吗 这话问的 他怎么每次都穿那么花式招展的呀 特时尚 反正那种时尚的衣服我是穿不出来 上大学的时候也那样 上大学的时候 应该跟现在穿的还不太一样吧 那会儿都是穷学生 也没什么钱 不像现在了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还是不太一样 也是 他算你们来搬花了吧 追他的人可多了吧 不是很多呀 不懂啊 我觉得肯定没你多 你不说吗 你们需要追你特别多 有俩师哥为了你的史上 还打起来了 有一个还受了留校查看处分 你在学校的时候太火了 这事你怎么记得 那当然了 是 我在学校的时候 那是追我的人挺多的 就没有落空的时候 那时候情收得一轮一轮的 你看 不说那些了 反正那时候也没看厉害 上大学的时候 都一直都单身呢 要不能轮上你 所以说你是聪明人呀 上大学谈恋爱 那都是练习的练 谈恋爱 那会儿练好了 现在才能获得幸福 要不你能选择 像我这么好的一支鸡 你要感谢你在大学时候的淡天 我发现你给自己脸 贴心的能力特强 就不管说什么 最后都能扯到这张呗 我这叫夸你呢 老婆 这夸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再好的几乎不会 如果碰不到好的操盘手 也是拉几乎 太能说了 工作快点做吧 早点睡觉啊 对的 好 好 工作快点做吧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